订婚前夕我发现未婚妻爱上了我家养子 她在包房里跟朋友喝酒 公然表示我那个弟弟比我知情比我失去 她的朋友们问 那你那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呢 她吃笑了一声说一个没脑子的乖乖傻白甜 有什么味道等入坠了放家里养着呗 反正她爱我我说什么都行 后来沈家家宴上 我揽着另一个女人高调闯入 对着所有的沈家人说我要退婚 众人都震惊又惊恐地瞪着我 柳如烟更是慌地打碎了酒杯 因为我牵回来的人是沈家的死对头 那个令整个南城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顾佳大小姐 我早就感觉柳如烟对我不如当初了 她联系我的频率日渐变低 给她打电话她经常不接信息也回复得很少 我以为是我们吵了架的原因她还在气头上 但我没想到今晚她会爽约 今天可是我们商定订婚时间的重要日子 我们等了她一个多小时 菜都凉透了她却还是失联 我爸妈非常不满让我马上出去找柳如烟 把人哄好 我们家跟沈家的联姻很重要不能出差错 我一个人出门四处打听柳如烟的位置 她朋友的电话我都厚着脸皮打了个遍 终于我得到了她的位置 她在会所里跟朋友们喝酒 等我找到会所隔着虚眼的包厢门 听见她跟朋友们大声聊天 我今天就是故意不去她家吃饭了 商量订婚 怕什么反正她爱我如命又目冷等没脾气 不管我在过分她都会乖乖过来认错 哼 你们信不信就算我当着她的面 跟别的男人接吻 她也只会问是不是她哪里做得不好 她朋友接话说 不会把一个大男人这么没脾气吗 柳如烟不屑地说 她就那样说得好听是乖巧温顺 说难听点就是个没骨头的懦夫 发火都不会无趣地要命 她朋友马上问 那你喜欢狂野点的男人了 柳如烟说狂野点的当然好 多有意思啊什么都玩得开 什么都能聊就像她那个弟弟 沈大小姐你该不会是爱上人家弟弟了吧 柳如烟毫无顾忌大声承认时又如何 我听到这里推开的包厢门 所有人都看向我 满屋寂静 柳如烟端着酒杯神情错愕一秒后 她的表情马上变成不悦 是你能来的吗 是啊我平时在她面前都是温柔单纯的奶狗人设 不去酒吧不去KTV更不去会所这种地方 可她不知道的是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玩得可比她肆意多了 柳如烟的朋友们试图原厂说大家酒喝多了 再乱说话让我不要当真 而柳如烟却魂不在意地继续喝着酒还一伸手 揽住了身旁的一个男模一只手在对方腹肌上摩缩 她笃定了我不敢做什么 我禁止走到柳如烟面前表情平静地问她 你刚刚说的爱上纪泽灵的话是认真的吗 纪泽灵我家收养的弟弟 一个虚伪至极的心机男从小就爱跟我抢东西 抢走我父母的爱不说 现在还要跟我抢即将订婚的未婚妻 老实说我不意外纪泽灵会勾搭柳如烟 我意外的是柳如烟竟然真的会传到上头 柳如烟不理会我转头跟朋友们说 看我说的对吧就算她听见了也不会发火了 她这么爱我哪有脾气啊 她的朋友们都看着我笑 我没再说什么拿起桌上的酒浇在她脸上 液体四溅弄得她浑身都是 所有人都待住了傻傻地看着我 柳如烟愤怒地站起来 纪荣川你干什么疯了骂你 我猛低一下摔碎酒杯 震耳的碎裂声让包厢彻底陷入死寂 我看着她勾唇笑起来 不再有之前的听之认之的温柔模样 柳如烟分手吧 我这话说完包厢里响起阵阵稀奇声 柳如烟可是沈家大小姐兼沈家未来继承人 南城有多少男人排着队的想跟她在一起啊 可我竟然当众甩了她 柳如烟也变了脸眼神愈怒地看着我 纪荣川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笑着说我当然知道 不过我们两家的联姻还是可以继续的 你不是喜欢我弟弟吗 去跟他结婚吧 你们渣男剑女绝配 柳如烟瞬间被激怒了高高扬起手要打我 我冷眼看着他躲都没有躲开 柳如烟估计是被我的气势下住了手 将在半空中 他的朋友们陆续反应过来 连忙拉开我和柳如烟 你看你大家只是喝多了酒 在胡乱开玩笑而已 有人指责我 纪荣川你一个男人 怎么就这么玩不起呢 开个玩笑都不行嘛 难怪咱们沈大小姐对你有意见 你赶紧道个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柳如烟满脸愤怒 双目紧紧盯着我 也在看我的反应和姿态 我想要是我像之前那样 温温柔柔地跟他道歉 他也一定不会顺着台阶下去 而是会给我难堪 我跟他在一起三年了 多少还是了解他的 从小就被万人追捧着长大的柳如烟 性格骄傲最好面子 吃不得半点亏 我一开始也是看不上他的 是他追的我 也是他在我最落魄 无家可归的时候 向我伸出援手 还给我撑腰 帮我在我爸妈面前长脸 以前他也是对我极好的 所以我才愿意在他面前装乖巧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这样的我 但可惜我的付出 并没有让柳如烟感动 他只觉得理所当然 以至于感觉枯燥无趣 移情别恋 于是我说的确过去了 柳如烟我跟你过去了 说完我转身便走 柳如烟被我的话激怒 抄起酒瓶向我砸来 玻璃碎在我脚边酒夜 见了我一声 你给我回来说清楚 我头也没有回 从会所离开 我就联系了好哥们阿渡 约他一起去酒吧喝酒 阿渡很是意外 在电话里打去我 你就不怕柳如烟 发现你的真面目吗 你俩都要订婚了 要是在这个接骨演出时 不对 你今晚不应该带柳如烟回家 商量你们订婚的事吗 我淡淡地说 我刚跟他分手了 阿渡震惊了什么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你们之前吵架那是吗 我跟柳如烟吵架 是两个月前 他想跟我进一步发生关系 我没同意 我珍惜他 希望这事到婚后再说 柳如烟当时就不高兴了 说跟我交往两年了 连嘴都没有亲过 说我太封建了 问我是不是不行 但真正的理由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并不爱柳如烟 我只是感激他 感激他曾经对我好 感激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拉了我一把 如果我们结婚 我当然会继续对他好 可他不要 所以我对阿渡说 可能还是因为我们都不够爱吧 柳如烟没有那么爱我 我也是 可即便如此 我从没做过对不起柳如烟的事 背叛的那个人是他 我跟阿渡找了家很热闹的酒吧 在里面痛痛快快地跳舞喝酒 跟柳如烟在一起这几年 我不怎么喝酒酒量变低了 几杯下去竟然醉了头晕手软的 阿渡比我还要人来疯 这回不知道在跟哪个美女热舞 我揉了揉额头到酒吧外面透口气 酒吧后门是条挺偏的巷子 灯光昏昏暗暗的 以至于我闻见了烟味而 才发现旁边还站着个人 身量纤细修身的长裙 衬出细腰大长腿 光线模糊 却藏不住他清冷优越的侧脸线条 鼻梁尤其高挺显得眉目深邃 性感又禁欲很是撩人 我心脏突然咚咚跳起来 一时盯着他看呆了 他有所感应偏头朝我看了过来 我这才看清他的脸 顿时吓了一跳 既然顾家那个很明远扬的顾大小姐 据说他性格冷漠 手段凶狠就算是家里人 也丝毫不留情面 大家面上称他顾大小姐 背地里都叫他顾燕罗 总之就是非常凶残的一个人 也许是喝了酒 也许是因为某些成年就是 我朝他走了一步 露出了乖乖巧巧的笑 可以分我一支烟吗 顾颂颜盯着我眸光灰暗莫测 我看不出他的情绪 只能感觉到 他身上那股逼人的气魄 有些吓人 但并没有吓到我 我仍旧直直看着他美丽的眼睛 几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后 他把唇边的烟取了下来递给我 抽别人抽过的烟 多少有些过分暧昧了 不过我还是接了过来抽了一口 许久没有抽烟苦涩嗆人的味道 让我咳嗽起来 眉头也皱了起来 顾颂颜语气淡淡的 不会抽就别逞强 说完他伸出修长白皙的手 想要拿回那支烟 我躲开了 我看着他轻轻勾唇 顾大小姐有男朋友吗 整个南城都知道 顾颂颜有严重洁癖 极其洁身自好 身边从未有过男人 甚至对他心怀不轨 蓄意靠近的人 还会被他狠狠收拾 我今晚这个举动 无异于玩火 可我大概真的是喝多了吧 我就想放肆的这么晚一次 顾颂颜盯着我面上 仍旧没有表情冷沉的吓人 片刻他开口 竟然是回答了我的问题 没有我心跳很快 血液加速流动 酒一更加上头 什么理智顾虑 都被我抛到了一边 我又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点起脚主动去倾踏 但顾颂颜躲开了 他垂着眼 视线冷冷淡淡地看着我 你有女朋友吗 我勾住了他的脖子 笑着跟他说刚分了 于是下一秒 我就被他稳住了 强势凶狠 让我一时有些招架不住 酒精更是让我 没了思考能力 我甚至不知道 怎么跟他去的酒店 只记得那场极致的混乱 等到第二天 我睁眼发现已经下午了 我几乎睡了一整天 床头柜上的手机 一直在震动我伸手去拿手机 肩背处传来疼痛 低头身上 些许指甲挠过的痕迹 记忆回归 我才想起自己 昨晚干了多么胆大包天的事 后悔嘛 好像也并没有因为 顾颂颜这个人 还挺极品的 手机还在不断震动 我勾起来一看 是柳如烟的电话 纪荣川你去哪了 柳如烟声音恼怒 带着极大的怒气 你昨晚没有回家 跑去哪鬼混了 我浑身懒洋洋地躺在床上 慢悠悠地跟他说 是不是纪泽林跟你说的 我没回家的事 我跟柳如烟刚吵那么大一架 按理说柳如烟这回事 绝对不会主动来找我的 只会等我去上门认错 你别管柳如烟说 你就告诉我 你昨晚到底去哪了 我冷冷到 我跟你已经分手 我就算跑去跟别人开房 也不关你的事 柳如烟当时就怒了 大骂到纪荣川 你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不想跟他吵了 直接挂了电话 想着顾颂颜 反正已经走了 我正想继续哺哺叫 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我爸的电话 我能猜到 肯定是柳如烟过去告状了 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幼稚 受了气 一定会想办法报复回来 更何况是绿帽子 这么大的气 尽管我已经跟他说了分手 他不认那就是没有 我不接我爸的电话 于是很快 我妈的电话也打过来了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接 只是睡意全无 我爬了起来 刚走到浴室门口 纪泽林的短信就发过来了 大哥你再不回家的话 我和爸妈 就只好找人查你的位置了 我停住了脚步 昨晚喝酒太多了 我不知道开房 有没有用我的证件 要是被我爸妈查到 他们找过来 看见这一屋子的痕迹 那就太尴尬了 我自己倒是不怕 但我怕把顾颂颜扯出来 那个女人 凶名在外 万一不爽 对我打击报复呢 于是我回了 纪泽林知道的电话 这才消停 洗了个澡出来 我正苦恼 昨天的衣服扣子 被顾颂颜撕掉了 就发现 沙发上放着一套 崭新的男装 而且是某车的 当季最新款旁边 还有一张便签纸 上面的钢笔字 囚禁有力 一笔一画 都带着些 桀骜不逊的张扬和强势 联系我 我愣了一下 立马翻我手机的 通话历史 果然在柳如烟等人的 轰炸后面 发现了一个陌生号码 是上午九点多 打过来的 难道是顾颂颜的电话吗 我又一许久 还是没有把电话存上 昨晚的事 只是酒精上头 导致的失误 我心里很清楚 我跟顾颂颜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样强势又强大的女人 是不会跟我结婚的 早在几年前 我就认清了这个现实 现在让我联系她 大概是一时新鲜 出酒店打车回家 我刚进家门口 一支茶杯 就朝我砸了过来 我看见我的爸爸 满脸怒融地瞪着我说 你昨晚都干什么去了 纪泽林站在旁边 连忙拍着我爸后背 亲身安抚爸 你别生气 一家人 有什么话 不能好好说大哥他昨晚 肯定是有什么苦衷 我真是看够了 纪荣川假惺惺的样子 直接说纪荣川 你就别装了柳如烟 什么都告诉我了 纪泽林表情微微一变 很快变成无辜的样子 大哥你在说什么呀 我妈也赶紧跳出来 维护纪泽林说纪荣川 你怎么跟你弟弟说话的 你跟柳如烟的事情 与他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问的是 你昨晚为什么没有回家 是不是跑出去鬼混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 慢慢说到 我昨晚去找了柳如烟 你们猜我听见他说了什么 我爸不耐烦 有话你就赶紧说 别在这里给我兜圈子 我仍就是不虚不及的样子 目光瞥向满脸无辜的纪泽林 他说比起我 他更爱我这个弟弟 我也装出了 跟纪泽林的同款无辜脸 你们说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呢 他喜欢我弟弟 想来我弟弟对他也有意思 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 我削到既然是弟弟喜欢的东西 我当然要让给他了 毕竟这么多年 你们就是这样教我的 混账 没想到我爸听完后 直接冲我发了火 你看看你在说什么话 既然诬陷你弟弟 纪荣川 这么多年 我们真是白教养你了 我脸上的笑意渐渐僵了下去 纪泽林是我爸妈 从孤儿院收养的孩子 那会儿我妈生病 怎么一直都不见好 病急乱投医 他们就去算了命 算命的说 他们需要一个命格忘的男孩 来冲冲洗 我妈那会儿身体状况糟糕 已经没了生育能力 便去孤儿院收养了纪泽林 而那是我幸福童年 被毁掉的开始 一开始 我对纪泽林也好 他那会儿瘦瘦小小的 干什么都一副无畏缩缩 没有胆子的样子 我见他可怜 处处照顾他 没想到纪泽林是条咬人不叫的狗 被弟弟诬陷我 算计我 然后又在我爸妈面前卖惨 我也是骄纵着长大的 自然忍不了 可我越闹 在父母眼里 就越成了不懂事 他们嫌我没有纪泽林乖巧听话 嫌我骄纵脾气大 可我这样的性格 明明是他们宠爱出来的 到头来又怪我不好 久而久之 我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而纪泽林却越来越受宠爱 以至于到了现在 不论出了什么事 他们都觉得是我的错 纪泽林没有任何错误 我年少时脾气横 直接离家出走了 可我的父母完全没有来找我过 任由我在街头上流浪 也是那个时候 我碰见了柳如烟 他收留了我 照顾我 也关怀我 还在我家里帮我出头 因为他 我父母才把我重新接了回去 对我也更加客气了 因为沈家是大 他们想攀上沈家 我不管这里面有什么误会 你现在就去道歉 我爸冷着脸 下命令说 去给柳如烟道歉 然后早日把你们的婚期定下来 实在不行 你就去入赘 我妈在旁边帮枪 还要给泽林道歉 你怎么能玷污泽林的名声呢 纪泽林马上体贴的说 妈 我没事的 我相信大哥不是故意的我撇开头 我不去 我已经柳如烟分手了 说完这句话 我看见纪泽林眼睛一亮 显露出几分贪婪 原来他早就想抢柳如烟了 也是 从小到大 他什么都要跟我抢 不去你就从家里滚出去 还有公司的股份 你也别想要了 我咬紧了牙 这是我的死穴 我爸妈从来不给我多余的钱 他们认为我太不可控了 动不动就断我的资金 把我赶出去 以前 我当然会毫不犹豫的掉头就走 然后再也不回来 可现在 因为不甘心原本属于我的资产 全都便宜了纪泽林这个白眼狼 纪泽林马上又跳出来装好人 帮我说话 我爸妈让他不用维护我 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没救 当初他要不是学你 装出一副温柔单纯的样子 柳如烟也看不上他 我妈这么说 要实在不行 就你去跟柳如烟结婚 你更配得上柳如烟 我听得想笑 甚至笑得想流出眼泪 我转身离开了这个容不下我的家 我并没有去找柳如烟 而是找起了房子 准备租房自己住 以前爸妈还能用钱拿捏 但现在我也是开工作室的小老板了 虽然收益一般般 但一点小钱的还是有的 但我这并不是要跟家里断据来往的意思 纪泽林已经抢走了我的父母 我不会允许他还抢走属于我的财产 既然他们让我过得不好 那我就要时不时的回去一趟 也给他们找点不痛快 房子的事我一个上午就搞好了 下午我联系了阿渡 让他陪我购物 搬家总是要零零碎碎买些东西的 一路上 阿渡都在吐槽我那对极品父母 我跟阿渡一起长大 纪泽林没来之前 我是家里受尽宠爱的独生子 他很是羡慕 可谁能想到 亲生父母也会有变心的一天呢 而且还是因为那玄之又玄的风水命学 这个世界真是神奇 买完四件套 刷手机付钱的时候 我看见一条短信 只有短短几个字 怎么不联系我 来自顾宋妍 我虽然没有存他的电话 但我记住了他的号码 我又犹豫了很久 强忍着心里的情绪波动 回复顾宋妍 露水情缘罢了 希望顾大小姐忘记 昨晚的事顾宋妍回得很快 吃完就不认账了 我说 大家都是成年人 难道顾大小姐希望我纠缠你吗 手机安静了下来 顾宋妍没有再回 我想 昨晚的事情大概会到此为止了 毕竟顾宋妍那样的大人物 不可能做出死缠烂打这种掉价的事 你干嘛 一直看手机 有什么秘密吗 阿渡一下子就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眼神锐利的扫视我 我早就想问了 你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 你又不爱这个牌子 怎么会吃巨资买新款 我虽然是机家大少爷 但零花钱少得可怜 所以我身上的奢侈品很少 反倒是季泽林 连袜子都是奢侈品牌的最新款 我没有隐瞒 跟阿渡说了我和顾宋妍一夜情缘的事 阿渡震惊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是我想的那个顾宋妍吗 你以前暗恋过的那个 我点头 那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那会我跟家里的关系非常糟糕 甚至爸妈公开表示过 不要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了 于是在一场宴会上 季泽林暗中下套 找人欺负我 划烂了我的西服 让我难堪丢脸 我在宴会上找不到人帮忙 只能狼狈地落荒而逃 就在路上 我碰见了顾宋妍 她给了我衣服 还让我上了车 帮我在酒店开了休息的房间 之后 我特地打听了顾宋妍 知道她喜欢甜食 就立马去学做甜品 然后给她做了一个小蛋糕 送到顾宋妍的公司楼下 没有预约 我自然不见到赫赫有名的顾大小姐 我让前台用我的名字通报 顾宋妍知道我叫什么 我以为她一定会见我的 但前台打完电话后 告知我说 顾总不认识什么叫纪荣川的人 走出那栋高耸入云的故事大楼时 我就明白了 我跟顾宋妍之间隔着天欠 哪怕后面我依旧暗恋 关注着顾宋妍 甚至偶尔会在宴会上碰上面 她也没有看我一次 跟我说过话 再之后 我便被父母送到了国外 待了两年回来 我更叛逆了 柳如烟 不过她以后应该不会联系我了 我无所谓的笑着 跟阿渡说 我们刚刚达成了共识 忘记昨晚的事我刚说完 手机就震动了 顾宋妍发来信息 如果我希望你纠缠我呢 我呆住了 心跳很快 正当我不知道要怎么反应的时候 阿渡猛的拽我的胳膊 阿川 快看快看 他指着商场对面 是柳如烟和纪泽林 两人正在逛珠宝店 不知道聊着什么 笑得很是开心 纪荣川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 望着柳如烟的目光默默寒情 手拦着柳如烟的腰 两个人几乎要贴在一起 暧昧的辣眼睛 真是一对贱人啊 阿渡替我不值 纪荣川那心机难就算了 柳如烟怎么也这样啊 他以前明明对你很好的 要是我毫无波动 那肯定是假的 不论是谁 被背叛了也会愤怒 何况柳如烟曾经 还是我最信任的人 现在却跟我厌恶的人 搞在了一起 但在商场里 我不想过去吵架 我们走吧 我拉着阿渡 即将转身的时候 柳如烟看见了我 他明显愣了一下 可等纪泽灵靠过去的时候 他还是靠在了纪泽灵怀里 我没管那对渣男贱女 跟阿渡买好东西 我们去酒吧喝酒 周末 酒吧里人很多 只剩二楼包厢有位置 我俩上去 没想到又在路上 碰见了柳如烟 正跟他的狐朋狗友们 嘻嘻哈哈 柳如烟拿鱼光瞥我 随后又装出 一副没看见的样子 继续跟他的朋友们 说说笑笑 他的一个朋友主动说 纪荣川来了 沈大小姐不过去 跟他说说话吗 柳如烟不屑地说 谁管他呢 他这么说着 余光却还是一直撇着我 明显是在等着我 主动上去跟他说话 他想让我去求和认错 我看得出来 可他刚刚那句话说得很对 谁管他呢 一样的 我拉着阿渡 对柳如烟视而不见 静止从他们身旁走过 进了我们定的包厢 柳如烟一直死死盯着我 我能感觉到 他阴沉不爽的目光 直到我关上门 那股视线才消失 喝酒的时候 我有些心不在焉 一直在看手机 阿渡马上又问我 这是等谁消息呢 顾大小姐还是有如烟 我不用想起 顾颂严最后发的那条信息 我一直没回 不过 都不是我说 我找人去查了记泽灵 发现他偷偷开了一家公司 然后用我家里的资源和资金 去喂养他的公司 还有之前离职的几个高层 也是被他挖走了 甚至有的账务 都是直接走到我家公司 阿渡震惊 他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岂不是自己什么都不出 光信你家公司的险了吗 我点头 是啊 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机白眼狼 真是白亏了你父母对他这么好 什么好事都念着他 他既然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那你怎么不告诉你爸妈 我苦笑 我说过 但我爸妈根本不信 除非我能拿到切实的证据可证据 又岂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呢 爸妈不让我进公司 纪荣川又是个多疑狠毒的人 我安排的人 进不了他的公司 我只能从一些离职的 公司里老员工嘴里 得到一点私底下的信息 还有一些不够有利的证据 这些摆在我父母面前 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的 阿渡突然兴致勃勃的建议 要不你去找顾颂颜帮忙 他那么厉害 肯定轻轻松松就能拿到 你想要的东西说实话 我的确有些心动了 因为这样 我也有理由 继续跟顾颂颜纠缠了 但我还是很犹豫 我怕顾颂颜会拒绝 更怕在他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现在这样 对于我来说就很好 喝酒中途 我去了一趟洗手间 正洗手 接到了阿渡的电话 说我们之前的包厢 被服务员弄撒了酒 给我们换了个包厢 阿渡让我先去包厢 他要去下面跳会舞 阿渡说得着急 挂了电话 我才想起来 他没跟我说新的包厢号 再给他打电话 就没人接了 估计在舞池里听不见 我只好去问服务员 拿到了新的包厢号 我没做多想 直接推开门 然后惊住了 里面坐满了人 正是柳如烟 跟他的狐朋狗友们 哟 纪荣川你还是找过来了 有人起哄 果然跟我们沈大小姐说的一样 你迟早会回来找他的柳如烟 坐在沙发里 满脸得意洋洋 你们是不知道 他嘴上说着要跟我分手 实际上跟踪我一整天了 我忍不了了 柳如烟 你少自作多情了 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看见你 柳如烟痴笑 你才是 别解释了 你敢说今天在商场 还有现在在酒吧 不是你故意找过来的吗 你就是想见我 他的自信让我恶心坏了 我转身就要走 却被他伸手猛地拉住 一个踉枪 我不小心栽倒 带着他一起倒在沙发上 他的朋友们顿时发出难听的起哄叫声 不停喊着 和好 和好 柳如烟干脆撑着胳膊压在我身上 纪容川 我现在给你机会 只要你跟我认错 昨天的事 我就既往不救 我用力推开了柳如烟 站起身来 柳如烟 你别在这里犯贱了 我既然跟你说了分手 那就是一定要分手包厢里的声音 渐渐安静下来 起哄的人 变成了看戏的人 这让柳如烟非常没有面子 他阴冷地看着我 恼怒到 纪容川 你想清楚了吗 没有我 你可就什么都不是了 连你爸妈都不会认你 我笑了笑 对他说 柳如烟 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柳如烟满脸阴沉 而我转身就走 你们都出去 柳如烟突然站了起来 把我拦住了 对着他的朋友们说 没听见吗 我让你们都出去 众人顿时一六烟的滚了 我意识到了不妙 挣扎着想甩开柳如烟 动作间 我的领口被扯开了 露出了脖梗下的大片吻痕 柳如烟眼尖的看见了痕迹 脸色瞬间黑了 眼神里带着痕医 你昨天晚上 果然是跟别的女人鬼混了 是不是 汽泽林说的还真没错 你肯妈的就是个破烂货 我用力甩开她 你放开我 柳如烟却已经露火上头 拼命地撕舍着我的衣服 眼睛里几乎要冒出愤怒的火花 汽荣川 你可真见啊 柳如烟掐着我的脖子 恨恨到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装得温润如玉 说什么舍不得碰我 私底下去跟人开房 你还要不要脸 我半个字都不想多说 趁着柳如烟 接我衬衫的空荡 将她狠狠甩开 刚推开包厢门 跑到门口 就和一个人迎面撞上 迎接我的 是一个带着淡淡凉意的怀抱 淡淡的励志相传来 很熟悉 是顾颂颜身上的味道 我惊慌低头 果真对上了顾颂颜 那双好看此刻 却带着狠衣的毛子 柳如烟已经失去了理智 哪怕有人出现 她也不管不顾 还想追上来拉扯我 顾颂颜抬腿便是一脚 直接把她踹得跌倒在地 马德 柳如烟破口大骂 捂着肚子站起来 才发现刚动手的 竟然是男成顾大小姐 她愣了一下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靠着我的顾颂颜 满脸惊讶和被背叛的不可置信 纪荣川 昨晚跟你开房的女人 就是她对吗 你这个贱人 她不敢惹顾颂颜 只能对我破口大骂 我跟你还没分手呢 你就去勾搭别的女人 你真不要脸 动静太大了 周围的客人都被吸引了过来 驻足观看 我怕影响顾颂颜的名声 很是紧张地抬头看 发现她果真脸色阴沉 浑身危险寒气 我心里一沉 只觉得是顾颂颜果然不愿了 我想推开顾颂颜离开 腰上的手臂却在这个时候收紧 不让我逃离半点 五环顾颂颜叫了她助理的名字 沈家小姐酒喝多了 胡言乱语 你过去帮她闭嘴 她的助理应了一声 拎了一桶水走进包厢 哪怕是隔着门 我也听到了柳如烟痛苦的求饶声 这让我惊呆了 听说过顾颂颜手段张狂残忍 但还是第一次见到 没事吧 顾颂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语气平直 但意外的温和 我愣愣地摇头 于是顾颂颜就牵着我 走出了酒吧 她将我带上车 随即伸手 抓住了我敞开的衣领 我顿时一惊 抓住了她高热的手腕 滴滴道 不要顾颂颜瞧了我一眼 牟底竟然带着笑 想什么呢 我只是想帮你把衣服扣好 我尴尬得要命 连忙往后挪了挪 小声说 我自己来顾颂颜便不再说话 而是发动了引擎 将车开走 我整理好衣服 安静了好久 终于有勇气开口 今天谢谢你顾颂颜单手掌方向盘 栖息从容又莫名撩人 就只是口头上谢谢吗 我抓着包袋子 这次没有酒精壮板 所以我酝酿了几秒 才说 要去酒店了 顾颂颜转头看我 我面皮发热 真是好多年 没有这么紧张不安过了 好一会后 我才听见顾颂颜的声音 她说 不 我一愣 正当我泄气难受的时候 她又说话了 声音滴滴的 我带你回家 我没想到顾颂颜 竟然真的带我去她家了 不是随便什么公寓或者别墅 而是众所周知 甚至是位居靠近的故宫馆 据说已经两百多年了 只有顾氏的掌权人和其伴侣 才能住在这里 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瓜 顾颂颜对我的暧昧态度 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了 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对我食髓之味了 理智上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荒唐 这可是一狠辣绝情著称的顾大小姐啊 可顾颂颜真的把我带进来了 她让我先去洗个澡 我顿时明白 原来还是为了那事 或许顾颂颜并没有我想的那种意思 她只不过是对我有那么一点好感 但并没有到我想的那个程度 我点了点头 进浴室洗澡 我在包厢里跟柳如烟撕扯得挺厉害的 身上留下了好些瘀伤 估计流血了 但出乎意料 我洗完澡出来 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顾颂颜 而是她家的家庭医生 顾大小姐叫我过来给您检查身体 怕您受伤了不知道我很意外 视线看向卧室周围 没见到顾颂颜 女医生体贴地解释 顾大小姐在楼下 她很快给我检查了身体 确定我没什么大事 便只留下一只退育的药膏 拎着药箱离开了 我不自在的一个人待了会 正想下去找顾颂颜 她端着托盘过来了 饿了吗 她把托盘放下 里面竟然是一碗很简单的羊春面 把这个吃了我还真有些饿了 今天一整天 我都没怎么吃东西 我问她 你做的吗 顾颂颜在我对面坐下 姿态放松又金贵 她笑了笑 我说是 你信吗 我搅拌着面条 不知不觉里放松下来 老实说 不太相信 我没办法想象 你在厨房里的样子 顾颂颜笑了一下 说 你以后会相信的羊春面的分量并不大 我很快就吃完了 神奇的是 分量竟然刚刚好 能让我恰好吃饱 又不至于太成 吃饱了 顾颂颜喝着酒问我 我点头 随后便看见她放下酒杯 朝我走来 胸长的臂膀 直接圈住我的腰 将我往床上推 那就该我了 我紧紧回抱着她 心想 她果然是为了那种事 我放在一旁的手机 突然不断震动起来 余光里 我瞥见了来电人 是柳如烟 我艰难的伸出手 想挂断电话 却被顾颂颜按住了 她拿过手机 明亮的屏幕 刺着我的眼 为什么不接 我震惊的看着顾颂颜 顾颂颜俯下身 暧昧的贴着我的耳朵 问我 你真的跟她分手了吗 我点头 你不是都看见 我跟她闹翻的样子了吗 可她不承认 已经跟你分手了 顾颂颜将手机拿进了 做事要接 不如 你现在再去跟她说一遍 说完 她手指滑动 我顿时吓得浑身虚软 冷汗都下来了 幸好顾颂颜 不是真的接通了电话 不然我都怀疑 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 她亲了亲我的脖子 滴滴告诉我 骗你的 我气死了 再睁眼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顾颂颜既然还在 正在阳台上打电话 听着 似乎是在处理工作上的事 我以前关注过她 知道她很忙 所以那天在酒店 她才会提前离开 等她打完电话 我也换好了衣服 正在看手机 我手机后面关机了 这会里面塞满了我爸妈 和纪泽灵的信息 刘如烟已经把我背着她 跟别的女人开房的事 说了出去 我爸妈愤怒不已 发了几十条信息来骂我 还说我丢尽了他们的脸 让我滚出这个家 而纪泽灵还是那副假惺惺的样子 让我赶紧回家 好好跟爸妈解释清楚 顾颂颜走到我身边来 问我 饿了吗 我其实很饿 毕竟昨晚消耗了太多体力 可刚才那些短信 倒进了我的胃口 现在我什么都吃不下 怎么了 就是家里那些事 顾颂颜目光很沉地看了我一眼 忽然说道 如果你现在没地方可去 可以住在这里 我已经不由抬眸看向她 顾颂颜神情认真 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心里翻江倒海 涌出了无数杂念 静默了好几秒 我还是没忍住 问了出来 顾大小姐 你现在对我到底是什么意思 顾颂颜挑眉 笑看着我 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 我心跳变得很快 答案似乎很明显 顾颂颜对我跟她之间的关系 是认真的 所以你要嫁我吗 顾颂颜看着我的眼睛 她的眸光很深 深到我看不透 只要你愿意 我一下子撇开了脸 隐藏在深处的自卑 让我不敢去相信那个答案 我觉得我需要好好想想 顾颂颜更是 毕竟我跟她从发生关系到现在 还不到三天 也许是脑子太混乱了 所以我没有慎重思考 直接就问了出来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顾颂颜神情温柔地看着我 几乎宠溺地说 尽管吩咐我很意外 可我还没说需要你帮我做什么 万一是什么很麻烦的事呢 顾颂颜摸了摸我的耳垂 笑笑说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 我心脏狠狠一阵 这时屏幕亮起 显示有信息进来了 是季泽灵发来的 她用叫人恶心的关心口吻 问我现在在哪里 昨晚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 什么时候回家 爸妈现在都很想见我 我爸妈现在才不会想见我 他们只想打死我 手指绷紧 我说了出来 帮我查季泽灵 我需要证据来帮她 顾颂颜忽然笑了 她说 我答应你最后 我还是没有留在故宫馆 我感觉我需要好好想想 跟顾颂颜的事 她同样也需要冷静的想想 顾颂颜是我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喜欢过的人 哪怕到了现在 我看见她还是很心动 或许她对我只是一时起信 但我没办法跟她一样潇洒 我不想再受伤了 回去之后 爸妈没再联系过我 柳如烟倒是经常打电话 和发消息来 不过都是在骂我 于是我直接送了她一个拉黑套餐 总算是让我清静了几天 不过季泽灵倒是 时不时便会发消息过来 虚伪的虚寒问暖 催我回家 我没有理会 也没有拉黑她 我留着她的联系方式 是为了等扳倒她的那一天 直到 她发来的信息里 提到了顾颂颜 那天晚上 跟你开房 以及在酒吧带走你的人 真的是顾颂颜吗 这次 我回复了她 是又如何记责灵 我没什么意思 大哥你别误会我 我只是感到惊讶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没忘记顾颂颜 她跟你 明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以为你早就认清现实了当初 我喜欢顾颂颜的事 意外被记责灵知道了 她明里暗里 没少嘲讽我这件事 那会我还小 去成年都还差一个月 顾颂颜对于我来说 的确是非常遥远的存在 可少年人的喜欢 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喜欢就是喜欢 就是要一往无前 但记责灵就是逮着这件事 用各种办法嘲笑诋毁我的喜欢 我因此没少跟记责灵爆发争吵 甚至还打了起来 我后来会被父母送出国 也是因为对记责灵动手了 爸妈觉得我越大越是欺负人 不如扔到国外去 于是我刚满18岁 就被父母强行送到了国外 连18岁的生日都没有好好过 后来我在国外 听说我爸妈在记责灵18岁 举办了无比豪华盛大的成人生日业 明明我才是他们亲生的 可自从记责灵来到我的家里 我的一切就都被他抢走了 手机震动 记责灵又发来消息 多亏了你呢 我跟顾颂颜也联系上了 你说他会不会也跟柳如烟一样 爱上我呢 这条消息 让我无法遏制的产生了恐惧 差一点 差一点我就没忍住 跟记责灵在短信里吵起来 但我一旦发怒 就是又输了 于是我忍耐的回他 你配吗 记责灵的文字里没有半点愤怒 只有满满的绿茶味道 令人反胃 你怎么知道我不配 大哥 到时候 你可千万 不要生气啊 谁叫你 处处不如我呢 我记得差点摔了手机 记责灵真的太让我恶心了 偏偏他还在发消息过来 过几天我生日 你可一定要回来哦 有惊喜呢 第二天 我就知道了记责灵说 惊喜是什么 原来我爸妈 准备在记责灵的生日宴会上 把公司10%的股份 转让给记责灵 可之前 我即将跟柳如烟订婚的时候 我爸妈答应给我的股份 也不过5% 她只是过了一个生日 就拿到了比我多一倍的股份 而我现在跟柳如烟的婚事 已经告吹 那5%的股份 我也拿不到了 我的亲生父母 竟然偏心至此 阿渡还说 柳如烟已经彻底 跟记责灵搞在了一起 这几天两个人 不仅经常见面吃饭 柳如烟还带着她到处玩 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柳如烟跟记责灵两人 说不定真的会订婚 我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倒是没有任何波动 我不在乎柳如烟 她就算是去跟猪结婚 我也不在乎 不过 我不相信记责灵 真的甘心用我交往过的二手货 记责灵跟柳如烟搞暧昧 只是想抢走我的东西罢了 阿渡问我 那她的生日宴会 你真的要去吗 我感觉你去的话 一定会出事 毕竟你现在跟你爸妈闹成那样 我当然知道会出事 以记责灵的性格 她不会放过这个让我难受的机会 尤其是我跟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 她一定会落井下石 进一步加重我跟我父母的矛盾 最好是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这样我家里的所有东西 就都是她一个人的了 我当然会去 我咬着牙 心里涌动着怒火 就算是鸿门宴 我也要去掀翻那张桌子 他们不让我好过 那就大家都别过了 每次记责灵的生日宴 我爸妈都给她大办 以前我也闹过 闹一次就会被关一次 所以我被逼着慢慢熄火了 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我长大了 就算被赶出家门 也不会落到流落街头的地步 我当然要去闹一场更大的 大概是天主我眼 就在记责灵生日的前一天 我拿到了顾颂颜帮我查的证据 这些东西 可以把记责灵彻彻底底的捶烂 我更期待明天的生日宴了 到了第二天 我特地穿上了最华丽的西装 还找了个工作室 做了个帅气逼人的造型 等到记责灵的生日宴开始 我踩着皮鞋走了进去 记责灵这会儿正在切蛋糕 瞧见我进来 先是勾起唇 露出得意的笑 可等他看清我的样子 那么得意又变成了嫉妒 因为我长得可比记责灵帅气多了 平时他装扮精致 跟我站在一起的时候 哪怕我不修蝙蝠 他照会被我逼下去 今天我特意打扮过了 一出场就是全场焦点 兵客们都惊艳地看着我 随即低声议论起来 我大概听了听 都是在惊叹我这个技嘉大少爷 气度和外貌上 竟然甩了羊子好几杯的话 柳如烟也在宴会上 他就站在记责灵旁边 看见这样的我 同样呆了呆 我高起唇 得体地笑道 不好意思啊弟弟 路上有些堵车 我来晚了一点 记责灵的表情变得非常精彩 我爸妈非常生气 我妈立即过来拽我 低声质问我 你干什么 谁让你来搞破坏的 我笑了笑 无辜地说 弟弟叫我来的 他说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布 让我一定要过来听听 我看着我妈 笑着问道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原来他也知道 他偏心得有些太过分了 既然是来给你弟弟庆生 就不要穿成这个样子 今天可是你弟弟的生日 你把他风头都抢光了 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妈又找到了理由骂我 可我已经不想听话了 我回他 我没有教养 那可是你和爸爸的错啊 你们没有你好好教养 我怎么会有教养呢 我妈被我对的呆住了 愤怒地看着我 纪荣川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说 你问的什么话 我就说的什么话 我妈气到不行 要不是在场宾客众多 他说不定就对我动手了 行了 我爸这时候也过来了 满脸不悦地瞪着我 在这里废话什么 赶紧去把衣服给我换了 穿成这样 像什么样子 我无故地说 我穿成什么样子了 不就是正常的礼服吗 既泽灵他长得不如我 那是因为他不是轻生的 他爸妈没给他那么好的基因 这话让我爸妈的脸色 都变得非常难看 瞪了我半想 我爸怒道 泽灵再不是轻生 也是我们的儿子 比你听话有出息多了 你是轻生的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我爸听见了 朝着我爸看了过来 如此诋毁自己亲生儿子 我爸也是知道是不对的 脸色黑了又红 尴尬又愤怒 纪泽灵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了过来 一副贴心马家的恶心样子 爸妈 你们不要跟大哥吵了 今天是我生日 我们好好过 好吗 我爸妈这才收脸的怒火 对着纪泽灵笑道 是我们糊涂了 既然在你生日这天吵架 走走 我们去切蛋糕 他们三个人随机 亲亲密密地走开 把我一个人留在原地 我妈还回头瞪着我 小声警告 别再胡闹了 赶紧去换衣服 我才不会换呢 我就是为了抢大家的注意力 这样 等我拿出扳倒纪泽灵的证据时 大家才会看得清楚 宴会继续 我也加入了进去 放松的吃吃喝喝 好歹这里也是我的家 凭什么让我拘束 我端着一块蛋糕 慢悠悠地吃着 同时用鱼工观察着纪泽灵 我知道 她今天一定会在宴会上给我难堪 何况我还抢了她风筒 她现在必定想狠狠撕碎了我出气 所以 我就在宴会上等着 果然 没几分钟 纪泽灵的一个哥们就走了过来 冷着脸说 跟我走 有及时找你 我放下蛋糕 笑道 好啊 我跟着她 来到了别墅的后院 这里也是宴会场 不过没什么客人 灯光很亮 照得永时的闭波凌凌的 纪泽灵就站在永时边上 笑盈盈盈地等着我 我走了过去 主动招呼 弟弟 找我有什么事 纪泽灵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我没有找你啊 我还疑惑你来找我干什么呢 这细眼的可真细致 这样的话 一会我跟她爆发什么矛盾 那也是我在主动找事 跟她没有半点关系 于是我呜了一声 转身就走 纪泽灵去一步上前 拉住了我的胳膊 顾家的顾大小姐 一会儿也会过来给我轻声 你知道吗 我想 纪泽灵的算计 可算是来了 我装作愤怒的样子 瞪着她 你又想做什么 纪泽灵满脸都是无辜 大哥 你这可就误会我了 是顾大小姐主动联系我的 这几天 她还约我一起吃过饭呢 纪泽灵笑意前全 言辞里透着古暧昧 我跟她接触过几次之后 才知道 原来传言说中的顾大小姐 并没有那么可怕 是个很温柔的人呢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哦 看来你已经跟她勾搭上了呢 那柳如烟怎么办 你不是都要跟她订婚了吗 纪泽灵盯着我 手指突然用力 指甲狠狠掐住我的皮肤 可你心里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不是顾颂岩吗 你知道当初 我为什么要逼你跟我动手吗 她的笑容里慢慢都是恶意 因为我就是看不得你好 就要破坏你所有的幸福 你喜欢她 那我就要你永远地离开她 说完 她又遗憾地看着我 纪荣川 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你要是永远都不回来就好了 我注意到她正在后退 想来想摔进泳池 然后假装是被我推的 所以我很干脆地成全了她 我直接一脚踹过去 只听扑通一声水响 纪泽灵狼狈地摔进水里 水花四溅 周围响起惊呼和尖叫 我走到泳池边 见纪泽灵头发凌乱地扑出水面 想要上岸 于是我又给了她一脚 让她再次摔进水里 纪泽灵的好哥们儿健壮 急忙上前来帮忙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被我踢进水里 就像是在下饺子 平静的水面顿时热闹起来 到处都是扑腾声 纪荣川 我父亲震怒的声音很快响了起来 他急不冲过来 想伤我耳光 被我躲开了 我父亲便愤怒骂道 你给我滚 滚出去 我妈 柳如烟以及前面的客人 这时候全都过来了 七手八脚地在泳池里捞人 而我妈像个护载的母鸡 扑过来要打我 我本想躲开 却在这时 看见了顾颂岩的身影 她真的很高 存在感又太强了 我想忽略都不行 一个分神 我就被我妈重重扇了一耳光 支架甚至刮破了我的脸 你是不是疯了 你想杀你了弟弟吗 我妈愤怒极了 扭头呼喊着 让人报警 说要把我这个意图杀人的疯子抓进去 我暂时顾不上顾颂岩了 尽管我感觉到了 她的视线 紧紧地落在我身上 报警啊 正好 我从包里取出早已经准备好的文件证据 我也有事 想要报警 我看向我那愤怒的老父亲 笑着问道 你知道你最疼爱的宝贝儿子 正在架空你的公司吗 我把我查到的所有事 全都说了出来 围观的宾客震惊不已 不断低声议论 谁也没想到 从被领养开始 就备受宠爱的纪泽灵 竟然会做出如此白眼狼的事情 我爸妈也不相信 指着我骂 让我不要诬陷纪泽灵 而被他们护在身后的纪泽灵 脸色煞白 眼里都惊慌 他紧紧抓着我父亲的胳膊 说 纪荣川已经疯了 爸爸 你快把他送到疯人院去 我爸当即要呵斥我 我一步上前 把证据递到他面前 我说的话你不信 但证据证明的事实 你总要相信吗 我爸犹豫了 纪泽灵事实抓着我爸的胳膊 着急的说 我没有那么做 爸爸 你要相信我 我又不是大哥 我怎么会做出那种 大逆不道的事情呢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不忘拉踩我一脚 我妈这个时候一把接过证据 我心里一阵不安 以为他会把证据扔进水里 没想到他竟然帮了我一把 他转头就把证据塞进我爸手里 很是盲目自信的说 看 你仔细看看 我不相信泽灵会做出那种事 正好今晚做得了断 等坐实了他诬陷泽灵的事情 我们就到没有这个儿子 把他送到监狱去 纪泽灵的脸色瞬间更白了 他想抢走证据 可我爸却已经看到了 那上面的一条条 一列列 都是铁证 我爸的手开始抖了 我妈也意识到了不妙 眼珠在我爸和纪泽灵身上来回转动 爸 你听我 我爸扬起手 狠狠一耳光扇了过去 白眼狼 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竟然在挖空我的公司 去养你的 纪泽灵捂着脸低垂着头 周围看客也瞧出了真相 纷纷议论 爸 我错了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爸把文件摔在纪泽灵脸上 铁证如山 你还想怎么狡辩 往我带你 视如己出 我妈也是满脸不敢置信 她抢过证据 自己看了一眼 脸色瞬间苍白 接着竟是两眼一番 被骑晕了过去 场面一下子变得混乱又热闹 纪泽灵还想解释 又挨了我爸好几耳光 这时 刘如烟突然挤了过去 把纪泽灵保护了起来 我往后退了几步 站远了一点 静静看着 我的证据好用吗 背后 突然传来顾颂颜低沉的声音 我平静的心脏跳了跳 意识没忍住 我带着情绪的说 你不是来给继泽灵庆生的吗 现在她正在挨打 你不过去帮她说两句话吗 顾颂颜抬眸看着我 眸光暗急了 仿佛压着什么狂热的风暴 我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她 我心脏又跳了起来 听见顾颂颜继续说 我是为了你 这个直球让我猝不及防 无措地捏住了裤子 顾颂颜明明看出了我的紧张无措 却还是没有打算放过我 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 你不打算以身相许吗 我笑笑说 不是已经许给你了吗 顾颂颜盯着我的眼睛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纪荣川 我要你一辈子这话 跟求婚已经没有区别了 顾颂颜 我暗恋了这么久的人 竟然主动跟我求婚了 我很慌乱 而且今晚的事不知道要闹多久 不适合谈这么重要的问题 我小声跟她说 等明天再说 好嘛 顾颂颜笑了 她点脚 暧昧地在我耳边说 好 我等你泳池这边闹了快半小时 才慢慢消停下来 宾客们都被送走了 原本热闹豪华的生日宴 只剩下满地狼藉 纪泽颂两边脸都肿的 跪坐在客厅地板上哭着认错 我爸坐在沙发上 我妈在另一端 神情呆滞地捂着胸口 显然是还没回过神 柳如烟倒是还没走 盯了我几眼 她帮纪泽领说话 伯父伯母 这里面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吧 我知道纪荣川对你们一直有意见 他这么做 肯定是想报复你们 你们应该把他赶走 这样家里就清静了 我听笑了 不用你多嘴 我也会离开这个家 我妈突然看向我 你想去哪 我笑笑道 你不是让我滚吗 我当然是要做个听话的好孩子了 我爸顿时怒道 你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现在就要这么拍拍屁股走人吗 我很无辜 纪泽领是你们领养回来 偏爱她的也是你们 家里被搞成这样 难道不是你们姿势齐果吗 不过放心 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我会回来继承你们遗产的 我爸气得要骂人 但一口气没上来 捂着胸口倒了回去 我妈惊吓过去扶着 地上的纪泽领也想表现 被我妈一把推开了 纪泽领随即开始痛哭卖惨 狡辩说自己也是被逼的 她对家里根本没有二行 我懒得听了 转身就走 没想到柳如烟追了出来 把我堵在停车场 你故意的吧 柳如烟很自信的看着我 因为我说我爱上了你弟弟 所以你就搞出了这些事 想毁掉纪泽领 报复他 然后让我回心转意 我真是惊讶了 没想到柳如烟这人竟如此自恋 我跟你已经分手了 你少自作多情 我不信你现在对我没有感情 纪荣川 你亲口说过的 这个世界 只有我对你好 不然你为什么要同意跟我结婚 我想了想 决定把话都说开 你以前的确对我很好 我很感激你 想要跟你过一辈子 也是真的 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我对你 从始至终 就只有感激 而你并没有珍惜我的感激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的说 所以 我们现在结束了 柳如烟 我现在对你 什么感情都没有了 连感激都没有柳如烟的表情裂开了 露出了无措 我不信 你骗我的 你之前明明对我那么好 怎么可能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我耸奸 事实就是如此 反正不论如何 我们已经结束了停顿了一下 我直接告诉他 现在 我已经有了真正喜欢的人 我会跟他结婚柳如烟迫切的追问我 是谁 纪荣川 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顾颂颜吗 不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我还没说话 纪泽林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阴侧侧的 满含怨恨 纪荣川 你别把话说得太好听了 你怎么可能是真的喜欢顾颂颜 他走了出来 脸颊红肿 眼神怨毒 今晚的证据 是顾颂颜帮你找的吧 你勾搭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对付我 对吗 某种程度上说 纪泽林的话没错 顾颂颜的确是我主动勾搭 不过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太多 只是想勾搭他而已 于是我说 是与不是 与你何干 我们刚吵完架 所以你还是为了报复我 才跟顾颂颜在一起的 我刚要回对 忽然发现 顾颂颜就在 纪泽林身后不远的阴影处 我们刚刚所有的对话 他都听见了 顾颂颜站在暗处 眉眼被阴影遮挡 我看不清他此刻的表情 只能看到他冷清冷的面容轮廓 我心里顿时有些慌 知道应该马上解释清楚 你不说话 那就是承认了纪泽林马上开口 你对顾颂颜 就只有利用而已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索性也不想再隐瞒什么 我对顾颂颜怎么样 你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吗 我看着纪泽林说 我十几岁暗恋她的时候 你不是还因此嘲笑过我吗 纪泽林显然是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表情错了 柳如烟也是直接呆住了 我继续说 当初我会跟你打起来 然后被送到国外 不也是你安排的吗 就为了让我离我喜欢的人 远一点 纪泽林赶紧说 可你现在对他就只是利用 你爱上了柳如烟 谁说我喜欢过柳如烟 我刚刚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柳如烟 这下惹怒了柳如烟 她好歹也是沈家的天之骄子 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纪荣川 原来你一直在耍我 她朝着我冲过来 我要弄死你 她想对我动手 但有人比她更快 顾颂颜掐住了柳如烟的手腕 瑞丽的眸子里满是冷色 你敢动她 我要你的命 柳如烟瞬间被吓住了 甚至还没出息地往后退了退 顾颂颜牵住了我的手 手指很用力 像是怕我跑掉 让纪泽林恐惧 看来我查你查得还不够深 没想到你以前 还做过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 纪泽林瞬间脸色煞白 她从来都不干净 为了达成目的 做过很多不能见光的违法行为 架空技家的公司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误会了纪泽林马上就怂吗 我跟大哥只是有点误会 而且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顾颂颜牵着我 转身往外走 经过的纪泽林时 她侧眸看过去 淡淡道 这些话 留在监狱里说吧 我被顾颂颜带上车 车门摔上 她随即轻身逼近 强壮高大的身体笼罩着我 你暗恋我很久了 我羞耻极了 满脸通红 要面子的想撒谎 但顾颂颜的声音先一步响起 她笑着说 真巧 我也暗恋你很久了 她轻轻抓住我的手 与我十指相扣 慧安锐利的目光 几乎要看进我的灵魂里 纪荣川 我们结婚吧 我眼睛忽然有些酸 吸了吸鼻子 我也扣住了顾颂颜的手指 然后回答她 好 纪泽林毫不意外地入狱了 她涉及的违法行为很多 不仅有经济犯罪 还有绑架伤人 恶意威胁等等 恕罪并罚 她被判刑15年 我父母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这些年他们到底干了什么 竟会被纪泽林那个虚伪的贱人 欺骗到对自己轻伤儿子 不管不顾 甚至差点决裂 让纪泽林这个外来者 白白得了纪家的财产 那之后 我爸妈联系过我很多次 但我一次也没有理会 弥补会悔恨来得太晚 已经没了意义 况且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跟顾颂颜在一起后 我直接搬进了故宫馆 我们婚礼 就定在年底 她答应我 会给我一个无比盛大豪华的婚礼 我过得很幸福 跟顾颂颜在一起一个月后 我终于搞清楚了顾颂颜说 已暗恋我的事 原来当初 我跟她是互相暗恋 只是那时我还太小了 甚至还差一点才成年 而她比我大整整五岁 顾领之下 她想等我长大一点再说 但没想到我后来会出国 回国后 又会跟柳如烟在一起 种种误会之下 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 我每次想起 都会觉得好可惜 顾颂颜也是 她总说 如果早知道我当初正暗恋她 她一定不会跟我保持距离 好保护我 做我的后台 给我撑腰 不让任何人欺负我 包括我的父母 我将她揽在怀里 感叹幸好我们最终没有错过 年底的时候 我们举办了婚礼 我爸妈想要参加 我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他们来的就来了 不来我也不会有遗憾 听说我爸妈的公司 最近不太好 我爸精力不济 管不过来 公司又被人趁机针对 她身边没有儿女帮忙 压力很大 业绩还不停下滑 我妈有事着找我 想让顾颂颜帮忙 我直接拒绝了 让他们没事 早点退休养老 反正我这边 是不会给他们 提供任何帮助的 就像是他们当初 对我的那样 婚礼后半年 宋颜怀孕了 是双胞胎 我们都非常开心 我牵着她 在夕阳下散步 我们一起聊着 有了孩子之后的未来 夕阳很美 云彩璀 我与顾颂颜 未来的生活 也是同样 全文完